包括欣姨有幫我安排一些工作 譬如說去當家教啊什麼的 就是讓我可以打工這樣子 所以他真的是 我逆風少年的 回想起出道前 生活過得實在辛苦 難得露面的蘇打綠 為公益活動站台 順應主題也逆當年 小時候比較逆的部分 應該是影吧 他以前比較不愛念書 調皮 用調皮胸 大學念了八年 跟教授逆風 當初還好 還好我也認識了這群好朋友 對 然後就可以 要逆風一起逆風 只是這天團員六缺一 阿拱突然缺席 得知是掛病號怎麼回事 其實昨天才從北京回來 那其實在北京 最後幾天的時候就已經 昨天最後一天拍攝的時候 其實導演都已經不忍心 在讓阿拱拍了 對啊 那因為很不舒服 滿不舒服的 只是阿拱接下隔天金曲獎演出 將和日本團體生物鼓掌合作 是否有變數 主辦單位表示彩拍照就 還不太確定是什麼 因為主要我們看到就是 會發燒 無力 而且也怕如果真的有 譬如說病毒 其實出來是不是也不太好 有看急診 那有回來就去看人 團體目前進行是出道20週年巡演 接連完成香港 杭州 北京站 也松口台灣確定安排 快了 快了 真的超強的 一定是 家是一定要回的 最終啊 哇 只能說我們逆風的部分 就是我們不安排你出牌 有被問過說 有沒有想過就是比較大型的場館嗎 當然就沒有人回答了 這就是我們 對 大巨蛋唱嗎 語帶保留 何時實現 演出承諾 粉絲都在等 TV室 莊群 下面去泰拔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